我打開了一扇新的地下室大門 是原本的那個地方嗎 我用腳在那堆垃圾前探著探 似乎沒有被黏住 似乎沒什麼可以拿走東西 不是有打開了什麼東西嗎 這到底在哪裡啊 主角說是在書櫃這裡啊 似乎有一些奇怪的痕跡 又是這種符號 難不成這是外星人用的文字 對 有可能 這有可能 因為畢竟這個絕對不是 人類 人類所想出來的文字出來 因為畢竟這不可能 怎麼可能 如果外星人真的比 人類還要發達 說不定已經發明出 比文字更 更 更加高效 的交流 工具了 你想看看 外星人都在做優輔了 覺得他 他的科技 沒有比我們人類還發達嗎 連 金字塔 都他們蓋的 而且還有一些 那個是哪裡 什麼賣田的喔 一個賣田 然後 就是有 有一個很大的符號 那個 據說也是外星人 就是用出來的 不可能有外星人 我不會承認這種事 這些符號 一定可以轉換成 我能看得懂 難講 這種很難講 總之先記下來 這個的話 這個我是稍微看一下 應該是沒東西的 好 好啦 下一次再探險 就要準備解謎了 今天怎麼這麼快啊 我問一下 你相信外星人嗎 女主肯定覺得很莫名其妙 你怎麼了 沒事吧 你怎麼了 沒事吧 有哪裡不舒服嗎 欸 你怎麼了 沒事吧 嗯 有點難過 有點難過 他們 實在是太早了 就是在看書啊 OMG 是看到什麼悲傷的故事 觸景的深情了吧 女主也是蠻生動的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 安慰她的話 只能在一旁看著她 只能在一旁看著她 她才終於 緩過進來 沒事了吧 嗯 不好意思啊 突然有點傷感 看書若明 有時候是會這樣 沒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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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昨天去探險的嗎 這次 是 先 陪女主玩一下 因為我怕等一下再繼續探險的話 下一個謎題如果解開了 我怕 我怕突然就是迎接什麼 什麼結局什麼的 因為有時候結局來的真的超突然 嗯 嗯 可我還是覺得看書更有意思呀 哈哈哈哈 不喜歡玩遊戲嗎 嗯 只是不討厭吧 雖然遇到好玩的遊戲 還是會多玩一會 不過從來沒有主動去玩的想法 這樣啊 可是 可是玩不是人的天氣嗎 娱樂活動可以有很多種啊 像現在這樣靜靜的看著書不也挺好的 也是可 也是 也是啦 這就是享受讀書故事的樂趣吧 嗯 我確實比較喜歡故事性強一點的書 不過散文之類的也會偶爾看看 當然啦 這裡的情小說和漫畫也挺有意思的 如果是故事性的很強的遊戲 或許會 就會感興趣了嗎 蛤 你說的是大家互相講鬼故事那種遊戲嗎 不好意思我沒有玩過 為什麼會突然講這個東西 不是啦 我說的是一種電子遊戲 一個人也能玩的類型 而且幾乎不需要 什麼操作 甚至可以說只要用一個鍵 就能 體驗到全部的遊戲內容 那什麼 該怎麼說呢 想用一個具體的名字去 該 全部列型 似乎挺困難的 不過通俗的分類名字應該是 文字冒險遊戲 啊 我現在就是在玩文字冒險遊戲啊 縮寫是 F1G 當然也有視覺小說之類的別程 嗯 那這個AVG 到底是遊戲 還是小說啊 兩個都是 叫小說遊戲也是可以這樣講 因為畢竟就是文字 文字類遊戲 應該更接近遊戲吧 畢竟有音樂有圖 有的還能有 動畫 算是一種 極大殘 大成的產物 嗯 好複雜的樣子 其實 文字類的遊戲 如果人物會動的 其實那種的都還不錯 對 好複雜 因為畢竟現在的文字類型遊戲幾乎 就是做蠢圖片啊 就是 你點擊 人物的表情才會動 啊 有些類似像是 它是用2D圖 圖片 那種的話 人類那個 人物的表情就會 對 就是跟著台詞這樣變化 那種的還不錯 那種 真的還不錯 如果有這種 一種遊戲存在 你會想去玩 想去試試看嗎 嗯 聽起來 似乎和一邊聽音樂 一邊在Pad上點點屏幕 看插圖版小說有點像 PAD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概會去試試吧 哼 如果有機會 我一定 要拿出 自己珍 珍藏的神作 介紹給他玩 你覺得是一般像的嗎 哼哼 哼 不要是那種 H-Gate 但是現在這種情況 大概是不可能的 而且你那個 你那個收藏的 神作 應該早就毀了吧 除非 除非他有把那個 他的神作也帶來 你那個 唉這些真的都一直重複耶 一樣 除過存 然後 這次去探險 唉唷 唉唷 這是好空喔 這只有收縮這一台電腦 唉唷 這 這 這是什麼 下面三個 似乎是可以選擇的 按鈕 正 要讓我 選擇 正確的答案嗎 這該怎麼 學才好 有什麼提示嗎 我回向了許久 心中似乎已經有答案了 左上角的符號 左上角的符號 似乎是正解 正式解決的關鍵 讓我來試試吧 呃 稍微等我一下 我去 看一下攻略 等我 馬上回來 欸 欸 大概 對 就是 上一 欸 這個要怎麼解呢 這個就是 對 主角說的沒錯 這個是關鍵圖 這個 這個就不要看 這只是就是 干擾你用的 呃 那要怎麼解呢 就是 剛剛 前 欸 我們那時候來的時候 不是也有看到這個 在 在哪裡啊 椅子上 在椅子上有看到一個提示圖 提示圖的第一個 是這個 沒錯 然後它是看你下面圖 是 是哪一個 然後 提示圖的 這個的下面 記得好像是這個 像那個 凸的 凸漬的那個 形狀 然後 欸 這個喔 這個的話是這個 一樣是這個 一樣是 一樣是這個 凸狀的 反正就是 對應就是 那個 你看到 它那個提示 然後再 再去想 提示圖的那個 它的那個 那個圖示 那個圖示的下面是什麼 什麼 形狀 然後再去點它那個 三個其中一個答案 這到底是什麼 兩個資料夾一個 文件 哇 這個 都亂買 大地安置計畫 就是 這些就是你們自己看的 啊 這些就是你們自己看的 這些就是你們自己看的 說的吧 人類宣稱自己 於 外星生命體 取得聯繫 然後自稱什麼 一星人 國家政府 什麼 秘密界 有一星人 與一星生命交涉 然後自稱是什麼 不上高等的神 WTF 這個是不是就是 那個 繪本那個 那個一樣 好像是喔 請求別的種族 毀滅 毀滅同類 這種事 這是讓人難以置信 可是 這個病態所如果真的存在 我就在這個附近嗎 文章裡還 十分貼出地 標出的 路線圖案 WTF 身後 也似乎傳來的 西西 西西裡裡的 是嗎 在念西西嗎 這是 蛤 似乎有什麼 黏醜的液體流出來 不知不覺都快流到腳邊了 WTF 這一塊 不好 快跑 我連碰都不敢碰 趕緊 巴腿就跑 這個地下設施也太恐怖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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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再去那個 區域大概也記不可能的事了 不過這沒關係 因為我記得去病難所的路線 不只這一條 從另一邊應該也能到達 好 當然 前提必須是路線沒有錯誤 說明明路上也會有剛才那樣突然出現的陷阱存在 欸 這病難 這個地下室真的很恐怖 各種 各種你不知道的陷阱存在耶 像 像第一個謎題那種 那本書 你兩次都失 失敗 它那個書就會 欸 就是會自己燃燒起來 啊 可是 燃燒的那個過程 有可能 已經 已經 有那個 發出一些就是 有點致命的那種 那種毒 然後就是讓 讓主角吸到 然後就 慢慢的開始痛苦而死 突然 突然 讓我用盡全力逃跑 體力消耗 可不是開玩笑的 再說 必須盡快把這些好消息告訴他才行 這樣就不用等死 能看他一起逃出去了 然而 一個不好的念頭突然 浮現在我的腦海裡 萬一 告訴了他 他不相信怎麼辦 都說好了要一起在這裡活下去了 突然又說 能夠得救什麼人 只會讓他覺得 我是個 說話仿佛無常的騙子 更且在真實情況 完全沒有確認的情況 就冒然把這些事情告訴他 只會突然增加他的困擾 連我自己都半信半疑 更不用 更不用說 勸說他了 可是只要有一線 希望 就不會 就不能放棄 到底該不會再告訴他 不會又有選項 又有選項 這個要怎麼選 告訴他 這個要怎麼選 像他所說的 他會覺得我是 仿佛無常的騙子 這邊 這邊我先儲存 這個 因為 我想試看看 其他就是 謎體的死法 是怎麼死的 是不是跟那個 書本的死法一樣 我就在想 要不要去 就是去嘗試看看 因為我想 因為我 我 我有點想就是 把全部的結局 大概破出來 因為他結局 算蠻 對 算蠻多的 那我是不知道 他的其他 謎體的死法 是不是 是不是跟書本一樣 都是 全錯之後 就是直接 觸發死亡 然後不知道 死法是不是都不同 還是一樣 所以我們 存這裡好了 然後 據說第一章節 好像 有三個結局 可以破 可以破出來 可是現在我們都玩到第三章了 那個之後 我在額外的拍 對 額外的再拍出來 就是 我會把全部的結局 全部 全部都破出來 然後 就是 純粹就是拿成就 這裡就選擇 不告訴 不告訴他好了 因為畢竟告訴他 真的會 主角 像主角所說的 會覺得 我們又在欺騙他 不行 還是不能 就這樣告訴他 我們就也只能 就是默默的 是否 那個 是否是真的 能得救 如果真的能得救 再帶女主出去就好 我只能 希望主角的這種 行為會不會就是 跟我的想法一樣 會不會就是跟我講的一樣 這樣只會讓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再次也重演 對 暫時還是 瞞著他 這不 cryptocurrencies 這不得 空字 白馬 值得 兄姐,可歌 曼 恐難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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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沒再多問 變轉過身去 應該沒有曝霧 幾天後 不會吧 一早我和他剛吃完飯還沒收拾殘渣 眼前就突然變成一片漆黑 該不會是那個液體吧 那個液體有問題啊 什麼 接種而至的是他驚恐的叫聲 別害怕沒事的可能是地下室停電了吧 停電 不用啊 我 我怕黑 喔 結果是 結果是停電啊 我想說 我想說 主角有 又有 又有什麼病出來的 我 我摸黑來到他的身邊 輕輕地拍著他的肩膀 沒事的 有我在 別怕 稍微等我一下 我記得之前 有帶來一些照明設備 我這就去找 別離我太遠了 嗯 高開待在這裡等我 我很快就回來 回來了 回來了 可算回來了 啊 這光是 之前我在外面找到的幾包蠟燭 感覺可能 將來會用到 沒想到這麼快就拍照用場了 有光的地方 真好 走廊的 走廊的 走廊的陰極燈 和 換 換氣扇 似乎還在工作 看來 只是這些地下室內部斷電 哇 這樣斷電 這樣很難 這樣很難做事耶 準備怎麼辦 繼續待在這裡 還是去找新的地方 欸 這裡已經 沉著 欸 已經沉這副樣子 雖然 蠟燭我們還能堅持一段時間 不過接下來的生活會很艱難 不如我們 一起去找新的地方怎麼樣 可是我的腿走不了太遠 而且 如果你想離開這裡 就快走吧 不行啊 不能拋棄你啊 要走就一起走啊 你說 你在說什麼傻話 我怎麼可能扔下你一個人不管 那我們哪裡都不去 就一直待在這裡吧 對不起 這裡有什麼好對不起呢 其實什麼 都沒變啊 嗯 如果到時候 蠟燭全部燒完 我還活著 就拜託你殺了我吧 說什麼傻話 怎麼可能會殺了你 你在說什麼傻話 我不是說了要一起堅持到最後了嗎 可是 可是 你就算真的走不遠 我起碼可以背著你走啊 是不是 對不對 公主抱啊 不然就是背著你走 沒關係的 現在別多想 別想那麼多 我不是一直在這嗎 在微弱的 燭光下 我們一直依偽在一起 久久都不再開口說話 雖然我中途 一再想 告訴他那些事情 但話剛到嘴邊 眼前就 浮現出 他剛剛讓我一個人 走的親情 如果不能和他一起走 那又有什麼意義 哇 哇 眼前一面7A 大主大概燒完有一段時間了 他一直靠著我的肩膀熟睡著 不好意思 我一直超醒他 並打算暫時保持這種樣的狀態 一直等到他醒來 今後該怎麼辦呢 我陷入的迷惘 最好的辦法還是 早日去確認 匆忙避難所的道路 可是 他現在的精神狀況還不穩定 把他一個人扔在這種 黑漆漆的地方 我無論如何都 沒辦法放下心 他突然發出了不安的聲音 是做噩夢了嗎 這兩天還是不要出去的 好好陪著他吧 兩天 這裡是 你眼睛好像有點重 今年 戰縫你哭過了吧 別害怕 我在這裡 現在星星好點了嗎 我也不知道 總之 不能這麼消極 打起金正來吧 嗯 那我現在該怎麼做呢 欸 看著他是這樣子了 我又開始心疼了 但光是 後悔沒有保護他 保護好他是遠遠不夠的 必須要繼續前進才行 可是主角說 陪他這兩天 這兩天就好好的陪他 陪魚主 我 要怎麼辦呢 好啦 我就先告一段落 先實況到這裡 如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在下方點個喜歡 或點個不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繼續追蹤我的影片 還有別忘了 要點個 鈴鐺 有什麼想對我說的話 可以在下方的評論留言 那我們下一集實況再見 掰掰